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的影片 那學長上次做了Fellow跟Barista這兩個手中壺的比較 那有些網友針對某些內容的部分提出了一些疑慮 那主要的部分在於是說他們不明白學長為什麼會覺得說 Fellow手中壺的變化性比較大 那Barista的變化性比較小為什麼會這麼陳述呢 然後以及提出了一些問題包括說 Barista它的最大給水量可以到很大 甚至比Fellow還大 而且Fellow它有一個擋水墊片 所以合理來說是不是Fellow的穩定性是不是應該還比較好一點 是不是跟我的結論是相反的呢 那學長覺得非常的好 因為每把壺都應該值得大家去探討 學長也理解大家為什麼會對這兩把壺會有這樣的想法 那首先學長要跟大家建立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這議題就在於是說 其實手沖壺的給水量的最大 不代表說它是一個適用的給水量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水量大到說其實你如果放在濾杯裡面使用的話 它不是馬上淹水 或是說你馬上就灌到滿滿的 所以這種大於某每秒幾CC以上的數據呢 我們是不會使用 我們必須要建立一個適用的範圍 OK 所以呢在這個過程之中呢 我先請出我們今天的一個Pro-X的神器 它可以來測定說 我們大概小水跟大水的時候呢 每秒 它大概是多少的水量 那我們就在這個範圍之內呢 我們來探討 OK 那到底是Fanel的穩定性 或是它的變化性 還是Barista它的穩定性或變化性 哪一個比較好 所以呢首先呢 我們先來做一次沖煮囉 好 那我們今天要沖的手法是中心注水 加WASA 也是層次沖法 也是平常學長很常用的一個沖法 那因為中心注水的給水呢 相對來說是比較小的 那WASA的給水相對來說是比較大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測出來說 大約我們的 正常會使用的給水值大概是多少 OK 那我們就開始了 好 先做悶針 1 2 3 繞 2 圈 回中間 43CC 然後我們大約等待時間 一樣是30秒 跟我平常的沖煮呢 是一模一樣的 那用這種方式我們來確認一下 最大值跟最小值 好 準備了喔 中心注水開始 好 中心注水的給水呢 會給的比較小一點點 好 然後給到 100巴士 好 180 然後呢等水流完以後呢 我分三次WASA一次40CC 好 好 一次 好 一次 好 第二次 好 第二次 好 好 306 然後呢等它全部流完 好 我們可以看一下我的數據上面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燜蒸的時候的水量每秒大約是7公克左右 有7.17克 好 這是燜蒸水量 燜蒸完之後那一段注水是 比較小的水柱 就是每秒是4.06 就算4克 每秒4克的注水是比較小的水柱 OK 然後呢後面WASA大約是9.65克 所以後面兩次呢一個是9.65克一個是9.9克 所以呢我們從剛剛的數據之中呢我們可以大概了解 就是以學長自己的使用經歷來說 大概小水的時候可能是4 當然有些人可能會比我更小可能是可以到3 那我大水的時候大概是10 那10大概是我就是我平常會使用的最大水 我不會再超過10了 OK 所以大約是4到10這個range範圍之內呢 基本上我們可以是我們的有效給水範圍 當然我們有一些很特殊的 比如說真的超級大水 我們就不在今天討論的範疇之內 因為我們畢竟還是以大多數人使用經驗為一個標準 就是如果這兩把弧都能夠達到瞬間從4到10這樣的一個變化的話 基本上他們這兩個靈活度呢都是可以的 但是呢我們今天要探討一個問題就是在於是說 它的水柱的給的力道或是它水柱的進到粉杯裡面的狀態是否是一樣的呢 如果是一樣那我們就可以判斷說 基本上呢它從小水到大水的穩定性是比較接近的 那如果從4到10它的水柱的給出來的狀態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就可以判斷說 它的變化性是比較複雜的或是比較多的 OK 所以呢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判斷標準 OK那我們開始我們的實驗了齁 那實驗的部分呢會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呢就是使用小水 就是大約是4克左右每秒的給水 那第二個部分是10克左右的每秒給水 OK那我們準備開始 好首先我們先來做Fellow的每秒4cc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做Fellow的每秒10cc OK那現在我們做Barista的每秒4cc OK那接下來是Barista每秒10cc 好完成 Fellow呢我剛剛控制到大概是4跟10.18 就是我的目標值比較近 那Barista呢我小水呢是5.31 然後大水呢是11.59 差一點點 但是它還是明顯可以看得出來小水跟大水齁 那剛剛大家從畫面之中可以看出來一些狀態 就是Fellow呢在小水的時候 也就是所謂4的部分的時候 它的水呢是比較垂直的 所以它的水呢會直接落在我的粉面上 它的力道呢會比較柔軟一點點 但是呢當它在大約在10左右就是大水的部分 它的水呢是往前的 換句話說我的傾斜角度比較大的時候呢 它的給水力道呢會往前並且呢會做出比較多的翻角 OK齁 那這個就是Fellow它的一個特色 就是它的小水跟大水 它的給水變化呢是相對來說是會比較大的 它進到粉的角度也是比較不一樣的 但Barrista我們看到齁 無論是比較小的5cc給水 或是比較大的11-12cc給水 它的入水角度呢 因為它虎嘴的夾尖的設計 並且呢它有一個往下垂直的部分 所以其實它小水跟大水呢 它的水幾乎都是一樣的狀態的 入在正中間那些垂直落下這個點 換句話說呢就算你 在給水比較大情況之下 它的落水點呢 基本上也會在一個位置上齁 比較不會有往前 同時呢咖啡粉的受力呢 它也是從上到下的 所以它的穩定度當然是非常的好的齁 那這也是我覺得Barrista一個很好的好處啊 OK 所以為什麼會說Fellow呢 它其實是一個變化度相對來說 蠻高的一個手沖壺 是因為它在小水跟大水的情況之下 它可以變化它施力的方向 以及它施力的弱點 以及它水柱的狀態 那會不會有人告訴我說 那Barrista是不是有可能說 我在角度很傾斜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一樣做到一個 它不是垂直 而是往前傾的角度呢 當然也是可以 但是呢 它的CC數呢 可能就會暴增到 每秒15CC 13CC 那對於一個正常衝突來說 這是比較少用的 這麼大的水柱 所以 為什麼學長的 論點告訴大家說 我會覺得 Barrista相對來說比較穩定 是因為它的弧嘴夾尖 讓它的水控制在一個位置上 並且讓它的力道傳導呢 都是比較接近的 無論是小水或是大水 以上呢 就是學長揉合了自己的使用經驗 以及數據來告訴大家的一個 我覺得這兩把弧在給水上面的差異點 OK 那如果各位呢 對於我以上提供的論點 有任何的疑問 也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那任何理性 而且呢 確實是有數據 或者是 比較合理的疑問呢 學長都會認真地回答你 學長說過的話 一定會負責任 好 那我們今天的實驗 就做到這邊為止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囉 拜拜